爱诚宙视 致爱王瞳从拍戏现场赶回台北处理相关后事 一开始现身身上的红口罩红鞋戏服都来不及换 他大受打击 不出警局哭到腿软 由亲友搀扶上车 但他的脸书却遭到部分网友攻击 遭酸不救爱诚 如此冷血的言论 也让众星好友们纷纷发声挺王瞳 希望网友们理性冷静 不要再人家 不要再让遗憾发声 那爱诚跟王瞳 因为我们之前在一些短暂的节目有合作 他们两个都非常喜欢 王瞳是一个非常单纯跟甜蜜的女孩 我觉得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都很难过 但是我相信 我很相信 爱诚应该非常好朋友 因为他选的这种方法是没有回头路 没有推迷 我光想都不敢想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多大的痛苦 去做这么一件事 所以同样的你要想 家族面那一个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就算没有他痛苦一半 至少也有三分子的地方 东方人有这个习惯吗 对 这个另外一半怎么了 大家都玩毛头指向另外一半 都是你的头脚 都是你的臭 都是你没有救他 都是你怎么样 早占犯 对 我们好像没有把这些幸迷不爽 投射给另外一个人 好像我们没有对这件事情表示关心一样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那一个活着的人有多痛苦啊 你们可以想象吗 他面对那些事情 而且他后面还有这么多反复的事情要做 他的路要怎么走 他还是一个名人 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极度认真的人 而且 其实他这一次 发生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 很 很shock 因为 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非常乐观 对 那 也希望就是大家身边 如果有犹豫症的朋友 真的 请多陪伴 然后也请 给自己 无限的机会 对 真的不要 这样子 对 大家都很难过 基督徒有一句话就是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被人论断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 我们不是当事人 我不知道他 当时的情况 以及他当下可能受到很多的 压力啊 情绪啊 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还是应该好好的安慰他的家人 跟关心他的朋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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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